大家好,我是胡秀玉校长 欢迎来到文达华校 这是我们的这幅非常大的刚刚画好的一幅壁画 我们大概是用了八天七夜的时间 这个壁画呢,我们是请了从施兆远来的 一个叫做秘密工作坊 他们是属于义工的薪资 专为学校呢,画壁画的一个团队 他们是一个非常棒的团队 然后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董家协啊 我们的校友啊,还有老师们非常合作 然后才能把这幅壁画呢,完成 就看到,只是觉得学校应该要有一点改变啦 就是说有点生气啊 因为壁画其实也是一开始也是 哇,这么大,要找人画 应该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其实也是一个机缘巧合 画这个壁画 那为什么选海底呢? 海底世界,因为之前是日带森林啊 所以我们就转换另一个主题 其实这个壁画真的是有一个故事 因为开始我想要找人画的时候呢 我是真的是没有一个方向 就是说,我先上网查一查 看有没有这些团队啊 可以帮学校画壁画的 结果呢,我就在那个Facebook 我就是不认识的 我就直接在Message那边问他 请问你们可以来帮我画壁画吗 结果呢,他们就答应了 答应过后,那个老师来的时候呢 他就讲,原来这幅壁画这么大的啊 惨哦,惨哦,我们画得完嘛 因为其实我有把那个尺寸发给他看 他其实没有注意看,因为它很满 所以他才答应过来的 他讲,如果我有发现那个壁画是这么大的 我一定不会过来 因为他讲,太大了 他从来没有画过这么大的壁画 所以结果他讲,哎呀,既然答应了校长 所以也是,也要把它完成 现在我们就分两个阶段来完成 分两个阶段 就是说,第一个阶段呢 他一开始来三天 因为他时间是很充满,还拍不到 他讲,惨了惨了,我肯定画不完 第二个阶段,他就再带多一点 几位他的学生啊,那种毕业了的啊 来帮忙,一阵子画 老师也一起参与 然后董家鞋全部都很热心要帮忙 搭架啊,准备工具啊,晚上来打灯啊 就是全部都,就是全员啊 一起全心合力的把这个做好 其实也是很感谢,那些校友啦 对他们肯把那个捐钱啊 就是让我们在资金方面没有够负责 我们才可以进行这样子 那些人都没有在资金方面 我们在资金方面没有够负责 我们在资金方面没有够负责